JPAS 詐騙案在有新進展 警方星期三在屯門拘捕一名28歲姓劉的男子 其後在大埔拘捕一名29歲姓鄭的涉案男子 消息指她是無線電視的藝員鄭俊熙 警方相信她是犯罪集團成員 鄭俊熙在2017年參加無線藝員訓練班後入行 現時是 TVB 的合約藝員 曾經參演無線劇集 商業罪案調查科的人員去到元朗南坑村 拖走一架價值約180萬的白色電動保時捷 相信為犯罪得益財產